原标题 我喊,以前人们常说,人的恶是可以遗传的,我还有些不相信,但是,最近看了英国俄尔金家族的故事,才发现,这话还真有些道理。 所谓的俄尔金,是英国的贵族封号之一,最早为原苏格兰于1633年6月,专为布鲁斯家族设立埃尔金伯爵贵族封号,苏格兰变入英国之后,这一封号保留下来。 布鲁斯家族第七代传人托马斯·布鲁斯,及第八代传人詹姆斯·布鲁斯后,这对父子因劫略希腊帕特农神庙和火烧中国圆明园的恶行,而闻名天下。 展开全文布鲁斯家族第七代传人托马斯·布鲁斯,被人称为大俄尔金,而火烧圆明园的元凶,第八代传人詹姆斯·布鲁斯,则被人习惯地称为小俄尔金。 今天,王九给你讲讲小俄尔金父子的恶行及结局。 出生于1766年的托马斯·布鲁斯,也就是老格尔金,五岁的时候,就继承了埃尔金学位,后来被英国任命为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 为了得到希腊的保物,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不择手段将神庙墙壁接近60%的雕像,全部搬回伦敦,导致神庙很多建筑坍塌。 因此,伦成为令人不耻的罪人。 1841年,老俄尔金·托马斯·布鲁斯去世,俄尔金的爵位由新年以30岁的儿子詹姆斯·布鲁斯继承。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詹姆斯·布鲁斯继承了俄尔金的爵位后,先后担任过英属雅买家、北美、印度等地总督。 1857年3月,他出任英国驻中国的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到远东。 12月,他指挥英法联军攻打并占领广州。 1858年5月,又率领英法联军北上,炮击大姑头,脅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 此后,他荣归故隶,担任由郑大臣。 回国后不久,詹姆斯·布鲁斯又重任英国对华权权专时,同葛罗副帅英法联军来华。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县大姑套台,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咸丰皇帝惊慌失措地带着慈禧。 慈安籍皇子,在数十名大臣、太监、宫女的护卫下,如丧家之犬般,逃到热河避暑山庄。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 中国守军寡步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长坪受惊身亡。 攻占圆明园,并对圆明园进行了疯狂的洗劫掠夺。 等园内所有珍贵文武和珠宝字画,被抢协一空后,为消灭罪证。 1860年10月18日,俄尔津借口清军越代英军战俘,断然下令火烧圆明园。 随即,三千五百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一园、静明园、静一园、 畅春园及海电阵,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幼宫中,近三百名太监、工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明园化为一片废墟。 大火连烧三天三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据不完全统计,英法联军掠夺的圆明园文物,有一百五十万件以上,都是皇家收藏的。 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夏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说话,和各种奇珍异宝。 随后,俄尔金和法国全权代表格罗,又胁迫清朝政府,定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恶行,招来世界各地开明人士的谴责。 法国著名作家于果,在接受一位曾经参与火烧圆明园的法军上尉关于远征中国的看法的新闻时, 他是这样评价的,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似乎获得胜利就可以当强盗了。 两个胜利者,把大肆掠夺圆明园的所得,对半分赃这两个强盗, 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他们共同分享了圆明园这座东方宝库,还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巧额尔金·詹姆斯·布鲁斯于1861年南下香港,一约化得九龙。 1862年,詹姆斯·布鲁斯掉任印度总督,1862年,詹姆斯·布鲁斯死于任上。 有人说他是遭雷劈后,被火在坟而死的,不知这消息是否确切, 但是,詹姆斯·布鲁斯在火烧圆明园后的第三年就暴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 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火烧圆明园的元凶,在恶意识作绝的第三年就葬身火海,这也是上天对他最好的惩罚了。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独 Nichole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独立再来自网络返回搜独播 соп筹狱传組连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